蒋介石成为黄埔军校校长后 曾向宋美龄求婚 但是被宋美龄拒绝了 孙中山1925年去世后 蒋介石接受了北伐总司令的称号 但是军人出身的蒋觉得 要想接替孙中山的位置 成为国民党领袖 自己的底气还不够足 最好能和孙家攀上亲戚 于是蒋介石向国父遗孀宋庆龄求婚 结果被宋庆龄残忍拒绝 1927年 蒋介石正式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首脑 以君临天下的身份 再次向宋美龄求婚 宋美龄这次同意了 宋家也同意了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礼 于1927年12月在上海举行 先是在宋家府邸 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基督教仪式 然后又在大华饭店的孙中山画像下 举办了政治意义极浓的结婚仪式